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讲讲到底哪些东西隔夜了是真的要警惕的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所谓的隔夜菜并不是单单只当天吃剩下放到第二天的菜 科学来说放置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的菜都是属于隔夜菜 而食物放置的时间越长 里面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会随之增多 不少人总是担心吃了会引起亚硝酸盐中毒 甚至是导致癌症 实际上亚硝酸盐本身并不是致癌的 它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当中 尤其是在食物当中 比如说是蔬菜中的亚硝酸盐的平均含量 大约是4毫克每公斤 肉类大约是3毫克每公斤 还有蛋类大约是5毫克每公斤 而蔬菜水果在被采摘收割之后还会不断地产生亚硝酸盐 另外亚硝酸盐也是可以合法地使用在食品的防腐剂 只要在标准的范围当中是没有健康风险的 比如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吃的火腿 腊肉等腌制的食品当中 就有可能添加了亚硝酸盐 不过大家总说隔夜菜是有毒性 会致癌 这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一方面如果是短期内摄入过量的亚硝酸盐会造成急性的中毒 影响红细胞的运作 使得血液不能输送氧气 轻则可能会出现头晕无力 胸闷 气短 恶心呕吐 腹痛 腹泻 口唇指尖变成蓝色等等的症状 严重的就可能会导致脑部的缺氧甚至是死亡 另一方面亚硝酸盐进入胃部这个酸性环境之后 会跟吃下去的蛋白质发生反应 产生真正具有致癌作用的亚硝胺 长期大量的食用就可能会导致细胞的突变 甚至是诱发胃癌 食道癌 肝癌 结肠癌等等多种的癌症 专家指出成人口服亚硝酸盐的最低中毒剂量 大概是300毫克到500毫克 摄入1克到3克可能会导致死亡 这是什么概念呢 一般在冰箱冷藏室里存放24小时的隔夜菜 亚硝酸盐的含量不会超过10毫克每公斤 当然不包括腌制的蔬菜还有加工的肉类 所以隔夜菜当中的亚硝酸盐含量 离中毒的剂量还是相差很远的 没有那么容易引起急性的中毒 偶尔吃一点问题不大 大家没有必要谈隔夜菜就色变 但是不要长期吃 还是更推荐现做现吃 吃多少做多少 现在夏季气温升高 那么细菌也会更容易滋生 饮食安全需要格外的关注 食物一次最好是少做一点现做现吃 尽量不隔夜食用 特别是某些菜品吃不完最好是倒掉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建议隔夜吃的食物 首先绿叶菜隔夜是非常危险的 一般的净叶类的蔬菜 硝酸盐的含量最高 瓜类的蔬菜稍低 根茎类和花菜类居中 因此如果是同时购买了大量的蔬菜 应该先吃叶菜类的 比如说是大白菜菠菜等等 如果准备多做一些菜 第二天热着吃 应该尽量的少做净叶类的蔬菜 而选择瓜类蔬菜 第二隔夜的海鲜损伤肝肾 螃蟹鱼类虾类等海鲜的隔夜之后 会产生蛋白质的降解物 损伤肝肾功能 如果实在是买多了 可以把生的海鲜用保鲜袋 或者是保鲜盒装好 放入冰箱冷冻 下次再次烹调 第三半熟的鸡蛋隔夜之后 也不建议吃 很多人都爱吃流心的半熟蛋 可是这种蛋的杀菌是不彻底的 再加上鸡蛋营养丰富 格外容易滋生细菌 久放之后食用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半熟的鸡蛋最好也不要隔夜 既煮既吃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是鸡蛋煮全熟了 而且在低温密封的环境下储存 一般保存48个小时都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银耳和蘑菇隔夜是要当心的 不论是野生的 还是人工栽培的银耳蘑菇等等 都容易残留很多的硝酸盐 如果放的时间实在是有点久 那就只能忍痛扔掉 否则可能会引起肠胃的不适 第五就是隔夜的土豆不要吃 土豆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也不能隔夜之后再加热食用 这样不仅会造成土豆营养成分的流失 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 第六个就是鲁味建议现鲁现吃 市面上的鲁味基本上不会现做现吃 往往是一次制作很多 然后吃上好几天 更是有人说鲁味嘛 越鲁越香越放越好吃 但是需要注意 沙门氏菌的生长温度在10摄氏度到40摄氏度 他们特别喜欢在20摄氏度以上的室温 在这个温度区间 他们会繁殖的非常快 所以吃鲁味 记得去靠谱的大店来购买 洗了手或者是戴上干净的塑料手套来现买现吃 第七个隔夜的汤不要放在金属器皿当中 剩汤如果是长时间盛在铝锅铁锅当中 会吸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存汤的最好方法是汤里不要放盐之类的调味料 煮好汤用干净的勺子盛出当天要喝的 喝不完的最好是用瓦锅或者是保鲜盒存放在冰箱当中 此外西瓜最好也是趁新鲜吃 因为储存不当会有害菌就会大量的繁殖 并且有一些细菌产生的毒素 不仅仅是存在于西瓜表面 也有可能随着汁液污染整个西瓜 如果碰巧产生的细菌毒素是比较强的 即使把表面切掉一层也并非绝对安全 如果是西瓜实在是没吃完需要隔夜 建议最好是包上保鲜膜之后 放入冰箱冷藏来储存 这样可以避免西瓜内部大量滋生细菌 第二天拿出来食用的时候 可以切掉西瓜表面的一层再进行食用 很多人习惯把吃不完的食物 直接放进冰箱当中 时间一久也忘了有哪些食物是还没吃 甚至是放到过期 乱糟糟的冰箱不止让人看着心烦 还可能关系到食品的安全 潮湿闷热的夏天是病原菌蠢蠢欲动的时节 鸡蛋肉类乳制品上的沙门式杆菌 还有海产与贝类受污染产生的肠岩糊菌 还有生鲜的蔬果生食所引起的大肠杆菌等等 若没有妥善的处理食品 这些病菌都会造成食物中毒 正常冰箱的冷藏温度应该控制在7摄氏度以下 冷冻的温度则应维持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 低温的环境下可以延缓微生物滋生的速度 让剩菜获得适当的保存环境 但是并不代表冰箱有杀菌的作用 没有食用完的剩菜放在冰箱久了 还是会坏掉还是会长菌的 剩菜放在冰箱当中几天要吃完 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定的标准 需要考量到食物本身的酸碱值 含水量以及是烹调时候的温度 和环境的卫生情况等等条件 一般来说建议食物是当餐吃完最好 如果吃不完放在冷藏区一到两天 不要超过三天 冷冻的话最多放一个月 摆放过久的剩菜就要直接的来丢气处理 此外还需要留意冰箱的容积 塞的太满会造成内部冷空气 无法循环流通 不但是浪费电 还会降低保冷的效果 缩短食物保存的时间 营养师建议家中的冰箱使用容量 维持在7到8分满是比较合适的 定期来清理冰箱的内部 才能够避免吃出问题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 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乎好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